全世界最有钱的十个国王 第一名资产高达13700亿 比英国女王更负80倍 提起王室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钱 非常有钱 超级有钱 那我只能说 这样的描述实在太过空洞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全世界最有钱的十个国王 从他们极致奢华的豪车收藏 到私人定制的空中客机 甚至是数十亿美元的顶级珠宝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 和我一起出发 一同进入这奢靡无度的王室生活 第十名 英国国王查理三世 最近加冕的英国国王查理三世 到底有多富 据最新发布的财富排行榜 查尔斯三世的个人净资产 高达6亿英镑 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 查尔斯三世继承了母亲的巨额财产 一夜之间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查尔斯三世的资产 主要来自康沃尔公国 兰开斯特公国 桑德林汉姆夫和巴尔莫勒尔宝 其中 康沃尔公国是英国目前仅有的两个公国之一 通常归王储所有 而仅仅只是2012年至2022年间 作为王储的查尔斯 就从康沃尔公国获得了2.12亿英镑的收益 除此之外 查尔斯成为君主后 还继承了拥有671年历史的 兰开斯特公国领地 保守估计 每年能为他带来几千万英镑的收入 此外 查尔斯还继承了 价值2.45亿英镑的 桑德林汉姆庄园 以及价值2.1亿英镑的 巴尔莫勒尔城堡 还有女王在去世之前 拥有的4亿英镑个人投资 艺术品收藏 稀有珠宝收藏 价值连城的邮票收藏 通通全传给了查尔斯 查尔斯自己名下 还拥有英国最大的有机食品和饮料品牌 还没算上他成为国王后 每年获得的君主拨款 在2021-2022年度 英国王室获得的君主拨款为 8,630万英镑 重点是 按英国的规定 国王无需为君主拨款支付所得税 也无需支付遗产税 也就是说 上面给大伙盘点的财产 都是所见即所得 这简直也太爽了吧 第九名 卡塔尔国王塔米姆 长期以来 在伊斯兰的教义里 国王是个贬义词 所以他们都把自己叫做埃米尔 卡塔尔现任的埃米尔是塔米姆 本哈马德阿勒萨尼 年仅33岁的他 个人净资产已经高达数十亿 优秀的他 还创下阿拉伯世界 接任国家元首的最小年龄记录 塔米姆本人十分热爱运动 尤其是足球 他也一直力图通过体育运动 提升卡塔尔的国际形象 在他的理念中 获得奥租委的承认 比获得联合国的承认更加重要 为了举办2022年 FIFA世界杯 他先后为之投入约3000亿美元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场世界杯 塔米姆还是曼联的球迷 曾经想用16亿英镑收购曼联 可惜被拒绝了 最终他以5000万欧元 把巴黎圣日尔曼足球俱乐部收入囊中 成为球队幕后的大老板 和很多富豪一样 塔米姆也喜欢那些豪华的交通工具 他拥有数架私人飞机 其中的一架 因为配套设施实在太完善了 被称为飞行宫殿 此外 他还有一艘价值4亿英镑的超级游艇 上面美容院 私人影院 宾客电梯等配套 也是一英俱全 第八名 卢森堡大公 大公亨利 卢森堡大公国国土面积 仅有2586平方公里 但因为矿产丰富 金融业发达 人均GDP竟然接近11万美元 也因此长期跻身世界 最富国家之列 而且这样的辉煌 已经延续了几十年 也正因为卢森堡国负名少 所以卢森堡王室的财富 在欧洲王室中排名第二 总身家已达到40亿美元 而卢森堡的国家元首 大公亨利的个人净资产估值 高达数十亿美元 而其中的财富构成 简直让人震惊 与其他欧洲君主制国家相比 卢森堡为其皇室支付的支持费用 显著更多 卢森堡大公和整个皇室家族 从不领薪水 但从1948年卢森堡修订宪法以来 大公每年都会收到一笔32万多美元的固定补贴 维持王室屡职期间的支出 国家财政还会有专门的给王室家族的大额预算支出 比如仅2017这一年 财政预算给大公亨利的家用支出 就高达1200多万美元 这些钱的所有权 管理权 控制权和投资收入 全部归卢森堡君王所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公亨利 换句话说 只要卢森堡这个国家继续健康发展 纳税人交的钱也会持续流入大公的口袋 第七名 列治敦士登大公 汉斯亚当二世 列治敦士登的君主是汉斯亚当二世 同时他也是欧洲君主中的首富 作用50亿美元 以及诸多地产和艺术收藏品 作为君主 汉斯亚当二世 每年会收到一笔27万美元左右的补贴 当然 这笔钱比起他个人的资产来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列治敦士登王式的财富 主要来自于Lite银行和投资管理公司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家族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 目前估计在全球有400亿美元的投资 汉斯亚当二世在即位前 一直负责王室财产的管理事务 而他本人在财政和经济方面的确有专长 这在当代的君主中是难得的 他刚即位时 王室财富并不如现在如此丰厚 也是经过了努力经营 才荣升为欧洲王室首富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 从2011年开始 列治敦士登正式推出出租国家的计划 价格为每天4万英镑 两天起租 但需要提前预定 汉斯亚当二世还亲自上阵 做起了国家广告 号召各国国民踊跃来列成租 成租开始后 列国的临时拥有者 会得到一把象征性的国家钥匙 宾客率领至多150人的宾客团入驻 由列治敦士登为其安排食租 按规定 临时拥有者可以使用土地 可以调用当地警察 甚至可以在临时货币上印上自己的头像 裹足君主引 不得不说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商业奇才才想出来的生财之道 第六名 摩洛哥国王 穆罕默德六世 摩洛哥是非洲少有的仍然保留王室的国家之一 虽然整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不大 但是摩洛哥王室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之一 根据外媒报道 摩洛哥现任国王 穆罕默德六世的净资产高达57亿美元 付的流油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与中东土豪们的拢财方式不同 穆罕默德六世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对C公司的所有权 除此之外 摩洛哥王室的投资还分布于非洲的各个国家 其中囊括了可再生能源 电信业务以及银行业务等 而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摩洛哥国内最有钱的投资人 这位国王坐拥12座宫殿和近700辆豪车 福布斯透露 他的宫殿光是日常运营费用就高达96万美元 而这都是摩洛哥政府的年预算中的一部分 这里面有一大笔费用是用于员工服装和车辆的维护 穆罕默德本人还是个钟表迷 有次出席活动 他带了一块价值百万美元的手表 然而可惜的是 在被朋友们一顿夸奖以后才发现 这只是自己众多手表收藏中最普通的一块 真是让人嫉妒不已 第五名 迪拜酋长 穆罕默德 在迪拜有两种人 一种是有钱人 另一种还是有钱人 迪拜酋长穆罕默德身价110亿美元 凭借一己之力 将一个以鱼业和采珠业为经济支撑的小机镇 变成了国际金融重心 穆罕默德个人的主要资产来源于房地产业 他名下的的迪拜控股公司 掌握着迪拜大部分标志性资产 穆罕默德有一句名言 没有人会记得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 所以在穆罕默德的带动下 迪拜创造了23个世界之最 如世界最高塔 世界最大人工岛 世界最大购物中心 世界最大音乐喷泉等 甚至连牙套和面膜等 都被他改造成世界最贵 那世界最大的人工岛 朱美拉棕旅岛 足足让迪拜的海岸线增加了520公里 总计花费140亿美元 有了前面罗列的这些坚强后盾 球长大人当然可以过得极致奢华 穆罕默德的车库里 有成百上千辆豪车 麦巴赫 劳斯莱斯 法拉利 你所能想到的名牌车 它几乎都有 而且每一款都是顶配或限量版 在这里 光是一个车牌的价格就接近一亿 那可是普通人奋斗一生都付不起的钱 除此之外 穆罕默德的马场也豪气十足 他直接在宫殿里花30亿美元 建造了一个全世界最豪华的马场 马场里有好几百匹世界级别的马 最贵的一匹高达3000万 为了和全球的赛马高手过招 穆罕默德还举办过好几次世界级的马术比赛 每次比赛的奖持都高达2700万美元 这笔钱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但对穆罕默德而言 这只是为了培养兴趣的日常开销 第四名 沙特阿拉伯国王 萨勒曼 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可开采石油储量 仅依靠石油收入 沙特王室每天就能收入数十亿 王室的财富规模根本无法估量 而作为沙特阿拉伯的国王 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契兹的资产估计为200亿美元 惊人的富裕程度简直只存在于想象中 那么和石油长大的国王究竟有多富有呢 举几个例子 2017年的时候 沙特国王萨勒曼乘坐专机拜访中国 当时沙特国王到北京的时候 真的是让所有接待的人都开了眼界 实实在在地告诉了你 什么叫做有前人性 沙特国王的飞机竟然是镀金的 而且虽然萨勒曼这次访问待的时间并不长 但他的随行行李竟然重达500吨 其中包括他乘坐的二部镀金的电梯 以及两台镀金的奔驰轿车 此外 萨勒曼还带了1500名随从 以及150名厨师 这阵势哪是出国访问 这和富豪举一家搬迁差不多了 还有去印尼的时候 用的是24K的纯金麦克风 去日本更是不细华重金 把日本所有的豪华酒店的顶级套房 全部包下来 一共1200多间 第三名 阿布扎比酋长阿勒纳哈扬 阿联酋的总统 一般都由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酋长担任 不过比起迪拜酋长的炫富于无形 阿布扎比酋长好像先有新闻传出 十分低调 但这可不意味着他很穷 恰恰相反 阿布扎比酋长夫的刘油 甚至豪过迪拜酋长 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 阿勒纳哈扬 是阿联酋的第三任总统 他的家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保守估计资产超过1500亿美元 而阿勒纳哈扬本人资产亦是高达300亿美元 虽然他本人总是行事低调 但是金子总会发光 1981年 阿勒纳哈扬为了和扬和萨拉玛公主的七天婚礼 专门建立一个能容纳两万名宾客的体育场 为期一周的婚礼庆典 还包括一家人走访酋长国的每个城镇 并为所有居民派发食物 虽然对外发布的活动照片很少 但婚礼的费用估计花费一个亿 阿勒纳哈扬还曾被曝出 拥有一艘价值价值5.4亿美元的超级游艇 而市场上唯一一幅流通的达芬奇作品 《救世主》就在那游艇上面 要知道 《救世主》这幅作品 当年刷新了单间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最终成交价为4.5亿美元 成为史上身价最高的名画 这位神秘的酋长同时也非常慷慨 他曾捐款1500万美元 资助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 捐款5000万美元 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儿童购买和接种疫苗 正是由于这些突出贡献 穆罕默德王储多次获得巴林 卡塔尔 马来西亚等国颁发的奖章 第二名 文莱苏丹 博尔基亚 一架波音747克基 21辆兰博基尼 300匹两种骏马 452辆法拉利 604辆劳斯莱斯 比白金汉宫还大四倍 拥有1700多个房间的皇宫 这些都只是文莱国王 琳朗满目的资产表中的冰山一角 虽说文莱国王在财富榜上 早已被比尔盖茨 马斯克等人超过 但若论豪车收藏 几十年来没有一位富豪能够与这位7000辆豪车拥有者相提并论 为放下这数千辆汽车 博尔基亚专门在全国动工兴建了五个隐蔽的大型车库 其中珍藏着的跑车有不少是那些名牌汽车商为其独家打造的版本 以法拉利FS为例 全世界截至目前仅生产的酒量 是90年代让每个车迷都羡慕不已的汽车 它每小时的车速达到了那个年代技术所能达到极限的330公里 最终这个系列的酒量豪车中有6辆被这位国王轻松拿下 在国籍上 博尔基亚也是出了名的灰金如土 慷慨好诗 当文莱独立后第一次加入联合国 他立即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150万美元以作为见面礼 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期间 博尔基亚出手300万人民币 在北京一处顶级酒店订购了一间名为2008房间号的客房 在生活上 苏丹国王同样出手扩挫 普通人只需花费十几二十美元修剪的头发 国王本人却需要花费2万美元 用他的话来说 并不是这名理发师的技术值得这么贵 而是只有这么贵的价格才能配得上他的秀发 第一名 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龙公 泰国现任国王马哈瓦吉拉龙公 这个名字在太语中的意思是掌握雷霆之力的人 他的个人财产高达430亿 折合新台币13700亿 是英国女王财富的80倍 而他本人也是财大气粗 奖牌厂 好面子是出了名的灰金如土 举个例子 在泰国国王名下还有79万亩土地 土地价值估计为290亿美元 很多人称国王是泰国最大的包租公 因为仅仅一年的土地租金就高达5亿美元 可他偏偏就不喜欢住在这里 马哈国王大半时间都在国外度假 花着巨额租金住在德国的阿尔卑斯山下的豪华酒店 在出行方面 其他富豪顶多就买一两架的私人飞机 而他却拥有38架庞大的飞机舰队 其中包括4架波音客机和3架空中客车专用飞机 21架直升机 7架安保飞机等 而且只供国王个人使用 这些飞机每年光是维护都要花费几千万美元 国家每年还专门拨给国王几十亿美元 专门用来度假旅游 在国王的车库里 豪车数量更是达到了660辆 而且大多都是全球独一辆的豪车 他日常出行经常乘坐的那辆家常版豪华劳斯莱斯 价值就高达220万美元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收藏品 在他重达7.3公斤的纯金黄冠上 最上方镶嵌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金色钻石 达到了545.67克拉 这颗钻石在2019年估值1630亿美元 他的收藏还包括泰国的国宝翡翠玉佛 据估计 这座翡翠玉佛当前的价值已经超过了10亿 这座玉佛只有王室高等成员才能落 不仅如此 这位全是滔天的泰国帝王 对美女也是情有独钟 除了合法迎娶的五位妻子外 传闻还拥有33名后宫妃子 并且为了方便管理 这些妃子甚至被使用编号进行称呼 比如从1号到20号 每个人的职责也都各不相同 可谓是把夫妻感情开发到了极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十位最有钱的国王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